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介紹一款挺清新的食物 去過泰國也吃了 泰式肉醉飯,打拋豬 聽名字就覺得清新,真棒 首先介紹的材料 200克,豬肉末,攪冷的 還有打拋葉 打拋葉是九龍城 泰國店舖多數會有 但有時會沒有的,不要緊 因為九層塔也不錯 用它比較正宗 蒜頭辣椒,乾蔥,米飯 我沒有拿出來,很簡單 你可以加青瓜、青檸 沒什麼問題 但我不加了,最簡單的方法 用回當地的做法 有些打拋葉 這葉是羅勒的系統 但它比較清 最明顯的分別 就是葉的邊邊會有起角 有沒有看到,起角 味道比較清新 另一種就是九層塔 即是圖片上的那種 味道比較勁 一般用來做咖喱 另一種 我們叫甜羅勒 一般超級市場最容易找到的 一般用來做清醬 Pesto 用來做沙律 就這樣吃很好吃 其實 它很型 通常是肥肥仔仔 你去泰國的店舖買 可以問問它們 它們不會老點你的 放心 接著 我們有乾蔥 一點點 我們把它切絲 就可以了 那你吃這個飯 一般去到店舖 它們都會可能 有青瓜 有青檸 很多東西搭進去 其實這樣就豐富一點 加太多東西不好吃 因為我覺得 原味是最好吃的 接著我們切少許蒜頭 剁碎它 但是不剁碎 不用太碎 細細粒就可以了 有條辣椒 剪點椒 你可以多放少許 不吃得辣 可以不放 當然 我知道很多人都未必吃得辣 但是吃得辣 多放幾條 正好多 麻煩等一下 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 美麗的廣告 然後一邊幫狗狗媽媽掃背 廚房呼吸一下 或者去騎樓逛逛逛 麻煩 就在這裏 很少的配料 很少的 然後我們燒熱鍋 下油 燒熱油 開大火 開大火 我們先炒肉碎 這個肉碎 的比例通常 我喜歡是7.3 肥肉 瘦肉 3 最棒的 全瘦 就很粗 說回這裏 先 燒熱鍋 下油 燒到有煙 我們放些豬油 炒 先炒香 鍋要熱一點 這樣就不會黏的 很多時候都會黏的 我知道你家裏炒的 一定會黏的 但是燒熱鍋 燒得夠熱就不會黏的 泰國人做法 他會和蒜頭辣椒一起生炒 但是 這個有難度的 你家裏的鍋 這樣炒油一定會黏的 這樣不香 不好吃 所以呢 所以我把它分開了 先炒香豬肉碎 炒香了 然後我們先將它移合為一 這樣 你失手的機會會低一點 炒到一鍋水 最完美的狀態 當然是炒到微微有色 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要靠你的火力 豬肉是不用醃的 我們先把這個火力拿去 炒香了 豬肉碎 然後我們用那隻火力 不需要洗 我們放少許油 對 我們包蒜頭 乾蔥辣椒 開大一點 抽油煙機 對 因為那些味道很厲害 會咳到你媽媽都不能認得 對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我們炒 中火 中火 中火起鍋 我們稍微收低一點 火不要緊 我們先炒香 炒香 現在已經很香 炒香 接著 我們把剛才的豬肉 倒進去 嘩 這樣炒一炒 已經好吃 其實這些豬肉不需要醃 有時候醃了 什麼味都沒有 豬肉的香味都沒有了 所以 有時候不需要醃就沒有醃了 我們把蠔油 一湯匙 等一下我們還要放魚露 少許生抽和糖 然後搭魚露 最好用少許魚露來調味 但是 用純魚露我們未必吃得慣 所以 我們可以放少許生抽 進去 通常煮泰國的食物都會放魚露 現在我放少許魚露 進去 你們要試一試味 每個口味不同 看看它夠不夠鹹 但其實 有時候天氣這麼醃 就不要吃這麼鹹 夠味就算了 這個打拋豬 其實除了用來拌飯之外 其實用生菜包來 很好吃 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打拋葉放進去 然後關火 我們慢慢把葉子炒熟 利用魚溫來炒熟 OK的 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我覺得 就這樣很快 你看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不用怕 已經熟了 生菜都可以 在泰國的時候 很多時候 在汽車的中途站 一般都一定有這個東西 他們的兩菜飯 三菜飯 街邊 特別多這些 很好吃 超級普總法 不吃得那麼辣 就不要放下焦 沒辦法 對不對 麻煩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訂閱的時候 按一下小鈴鐺 按全部 下次我上視頻的時候 會通知你 給我一個讚 分享給朋友 很香的 很清新的感覺 拿小葉 很平衡 它不會 像一般 放九層 九層泰國味道 已經搶了所有東西 覺得不鹹 放多少魚露 對 夏天吃 很棒的 太熱 吃了 我都吃慣了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拜拜